江慧费玉清居然已经有了终身之约!费玉清,没吃过的地方,不知道她会不会不满意!惹得江慧! 江慧费玉清居然已经有了终身之约!费玉清,没吃过的地方,不知道她会不会不满意!惹得江慧! 江慧,原名叫江舒慧,有个妹妹叫江舒娜,江慧家里排名老二,所以也叫二姐! 江慧是台语天后,从10岁就开始唱歌,一直到到了54岁,几乎唱了半辈子歌,作为台语歌天后,江慧2015年的告别演唱会非常震撼! 预计开16场告别演唱会的,但是没想到几十万人在网上强票,导致了整个系统都处于瘫痪状态,之后在协商之后,为了让更多的歌迷能够参加江慧的告别演唱会,增加了9场,9场演唱会的门票在短短9分钟之内就全部售完了! 可见江慧在台湾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,江慧的事业发展得一帆风顺,但是江慧的感情几乎就是一片空白,也许和家里穷只顾赚钱有关系,也有可能和对爱情的至高追求有关系,不管是哪种原因,江慧承认过的恋行虚致可数! 一段是和台语歌手红荣红,但是因为红荣红那是成名比较早,家人怕耽误影响他的发展,两人就此有缘无分,后来虽然复合过,但是依然没能走到最后! 还有一段是他和美国男友十年的恋情,但是因为男方要求结婚,而江慧放不下妹妹,就这么结束了! 这段感情结束之后,费玉清的哥哥张飞对江慧欣赏已久,展开了猛烈的追逐! 都知道,张飞作为台湾综艺节目的大哥大,是个性情中人,绯闻女友从来就没有少过,还离过婚,有两个小孩,但是对于江慧,张飞似乎情有独钟! 这一追就是二十多年啊,张飞甚至还曾非常认真地表白过,只是江慧没有答应,而对费玉清,江慧似乎别有一番情意在,在一次费玉清高雄的演唱会,江慧秘密到场,在费玉清唱完之后,现身后台,给足了费玉清惊喜, 费玉清开玩笑地说,我以为花到了,人就不会来了 两人也是有说有笑的,在记者的逼问下问是否愿意考虑费玉清当老公,江慧说,如果两人老了都没有办的话,费玉清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,我会非常非常非常愿意 连住几个非常,看得出来江慧还是还是很重意费玉清,哪想到费玉清这个时候乌王本色不改,没吃过的地方,不知道他会不会不满意。惹得江慧哈哈大笑。 早前就有记者采访过江慧,关于费玉清,江慧说,假如费玉清向我求婚一定会答应。 让费玉清高兴了好久,两人认识二十多年,关系非常好,无话不谈。 江慧也在江慧,江慧也爆料,费玉清曾对张飞的两个儿子说,张大了别指骨丸,叔叔的墓别忘了来扫一下,江慧阿姨的就在我旁边,也要一起整理一下。 江慧听了又高兴又好气。 费玉清和江慧两人都是票房的保证,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同台献唱过,有一次特意两人的同台献唱,排下来了无数的粉丝。 费玉清,费玉清幽默依旧,在台上妙语连珠,二姐将会有点招架不住的意思了,直接向费玉清来了一句,你要不要跪下向我求婚。 撒得一手好狗粮,网友纷纷表示,还不在一起这是要干吗?网友们你们怎么看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